中东启示录三 大国的面具 犹太战争可以说是基督教真正诞生的转折点 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 耶稣已经开始传教了 与犹太极端主义不同 基督教从诞生的那一刻就在寻求与罗马帝国的合作 可问题来了 耶稣不是被罗马人杀的吗 不错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是由罗马总督皮特拉执行的 但非法逮捕 非法刑讯和非法审判的都是犹太权贵 皮特拉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批准了死刑 在惨烈的犹太战争中 基督教基本上是置身事外 对反抗罗马压迫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简直就是犹奸 而证实这些犹奸 让罗马人能区别对待中立派系 客观上挽救了基督教和犹太教 相反 大部分犹太起义者更像是极端恐怖分子 疯狂的无差别的屠杀 手无寸铁的罗马公民 和非犹太裔的族群及其家属 犹太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多次起义都被血性镇压 死亡人口超过百万 幸存者不得不逃离家园 流落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三次流浪 不过这次流浪比前两次凄惨多了 因为他们既没有领导者 也没有统一的目的地 和如今的中东难民一样 流亡的犹太人大部分涌入了欧洲 而当时的欧洲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了 对基督徒来讲 犹太人无一就是异教徒 尤其是在基督教会的长期洗脑下 欧洲人从小就知道 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 所以欧洲人欺负犹太人从不手软 当然这也有犹太人自身的问题 犹太人不仅善于经商 还大量从事放高利贷 这样的金融业务 更喜欢吞并别人的财产 即使在欧洲经济萧条的时候 他们也不太会帮助自己的居住国 而是趁火打劫 然而 不论犹太人多么有钱 毕竟是寄人雷下 欧洲统治者常常把他们当做了肥羊 法国人从182年到1321年间 四次驱逐犹太人 但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又四次把犹太人请了回来 好让他们为法国纳税 英国是欧洲最后一个接纳犹太人的国家 也是最早把犹太人完全驱逐的国家 英国国王常常让犹太人放高利贷 赚的钱归国王 挨骂背锅的都是犹太人 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俄国都曾驱逐过犹太人 每次被驱逐 犹太人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财产 有时候财产还会被充公 可以说犹太人在欧洲的生存史 就是一场说不完的血泪史 更不要说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大清洗了 别看现在西方社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非常唾弃 可当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替犹太人抱不平 伤痕累累的犹太人显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才有了强烈的建国理念 他们最先获得了英国人的支持 英国在一战后势力消退 希望借助犹太人来巩固其中东的殖民统治 二战后美国人开始支持犹太人建国 原因很简单 第一 刚刚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 在中东还没有立足点 希望通过犹太人建国来牵制中东 第二 美国犹太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 当权派不得不考虑犹太人的利益 第三 也是美国最在乎的 以色列可以成为美国安插在中东的一把尖刀 撕裂阿拉伯世界统一的任何可能 因为对于渴望永久称霸的美国 统一的中东 统一的巴尔干 统一的欧洲 和统一的中国一样 都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